欢迎来到不靠谱节奏社 我是风哥 今天我们继续常用扫弦节奏型的练习语讲解 如果前面你还没有练过的话 那建议你从第一课开始练习 我们来看今天的谱子 首先来看这个节奏型 它前面两拍是一个大切分 第三拍是四个十六分音符 第四拍是一个前八后十六 那么我们先来打拍子 前面两拍大切分要连起来打 第一个音是半拍 第二个音是一拍 第三个音也是半拍 然后第三拍这四个十六分音符中的第一个 和第二拍的最后一个音中间有条连音线 它的作用依然是第三拍的第一个音不扫 把十值加给第二拍的最后一个音 也就是这个大切分的后边的八分音符 加上第三拍的这个十六分音符 它的十值是四分之三拍 所以它要跟前面的大切分连起来一起打 然后后边的前八后十六 那么我们把整个的节奏型连起来打一下拍子 现在我们左手制音右手来空扫一下 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要注意前边的我们手下去或者是上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半拍的十值 到后边的话变成了四分之一拍的十值 所以说前后的这个手的一个上下的惯性呢 要注意速度的转换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还是第一件事先打拍子 然后第二件事空扫 第三件事慢速跟着节拍器去练习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咱们下一节再见